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是肉食动物 大木 我发现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种文学 什么废话文学 发疯文学 戈登文学 对吧 我最近又听说一个 叫揭画文学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揭龙讲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 这也太弱智了 挺好玩的 这样我们现场玩一下 我们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 比赛取消了 直接又结束了是吗 有推进有发展的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终点设在马大兔头旗舰店 这就是兔子人生的终点了吧 揭画文学 你好好揭 好吧 有一天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裁判哈道 各级各位 发领枪 碰 打中小兔子 就这只兔子 它必须死是吗 带回家吧 你还在接 变化了 他接了是吗 没有 这种故事太简单了 我们今天讲点刺激的 比如说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 正好前两天听了一个 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被打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残忍的绑匪 把他绑在一个满是冰的浴缸里 他被绑架了 然后乌龟和兔子来营救他 没有乌龟和兔子了 就讲这个恐怖故事 接化文学 一人一句 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 我下班回家 走在一条阴暗的小路上 走着走着 安全的到家了 又让你干结束了呀 剧情推进好吧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传来了危险的声音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倒车 倒个车而已 也不是很危险好吧 这个声音 是我们平时听到 就会浑身难受的声音 回来加班 这也太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呀 你要的 这个声音 是钢管拖地的声音 拖着钢管的 是钢管吴老师 钢管吴老师太幸业了吧 下班拎管回家吗 自家办公了 好好讲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打地鼠了是吗 就挨了一棍 好吧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我回头大喊 没吃饭呀 我也太喜欢被打了吧 我被打晕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 高老庄 穿越了 穿越了好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 陌生的浴缸里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 开水 真拿我当猪啊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 冰 奶茶 拿我当真猪是吧 够了好吗 就在这时 我猛的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墙上 血连连的 写满了大字 第二倍半价 我们从奶茶店里 出来好不好 我被困在 满是冰的浴缸里 瑟瑟发抖 我 被五花大绑着 绑着你大把的五花肉 你是准备做红烧肉是吗 我的嘴 也被堵住了 塞满了葱 姜 蒜 毛巾 毛巾好吧 突然 浴缸 被猛的一把拉开 一个陌生的男人 苏东坡 这就是准备做红烧肉吧 猪和珍珠你选一个 都不选 进来的应该是绑匪 他 他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变态 一个只带着领结的变态 只带着领结 他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吧 我仔细一看 发现他的额头上 闻着杀手的英文 K T I Killer Killer好吗 突然 绑匪 一把扯下了嘴里的毛巾 换上葱姜蒜 让苏东坡离远点好不好 绑匪拨出了你老爸的电话 我大声求救 喊到九九六 绑匪是帮我回来加班的嘛 绑匪开出了条件 赶紧准备个赎金吧 一百块 太少了 要一百万 赶紧准备个赎金吧 七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二 不是一百万吗 一法纳税 你这个时候知道手法了是吗 黄飞 继续说到 交易地点就在 澡堂 澡堂也太奇怪了吧 哎呦怎么找你啊 带着凌桀呢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木 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们是肉食动物 没有来讲漫才了 是的 花花 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九旱逢甘露 他乡欲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石 想想真的很开心啊 金榜提名石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好吗 他乡欲固之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这就是出差遇到老同学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 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 要结婚了 是的 那你还是单身吧 对 单身松师 单身狗就单身狗 没必要前面再给我加一个品种 好吧 而且我发现了 我好像就追不到女孩 是因为跑得慢吧 我说的是追求的追啊 追求啊 去吧 单身狗 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 而且我觉得 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 应该就应该带她去那种 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 坟场 那个太恐怖了好吧 游乐场就可以了 想带女生去游乐场 是的 简单呀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 没关系 那你久等了久等了 等到找蜘蛛网了是吗 那你等得太久了呀 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这家吗 对对对 我们家开的呀 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好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 好吧 这样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好吧 好呀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是姚姚车吗 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 王玉兰是谁呀 我外婆呀 姚姚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 我们家开的呀 那真是你们家开的呀 这样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 好吧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 是啊我也是的呢 丁 哎 粮食墨好了 有人拿旋转木马拉墨的吗 你老婆真是个商业鬼才呀 劳动娱乐两路嘛 哎 你看啊 今天天气这么热 是啊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老板一个冰激凌 哦 就买一个呀 你也想吃吗 当然呀 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 独角兽怎么学呀 啪 够了呀 哎 我觉得啊 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啊 应该啊 去玩点刺激的 比如 比如过山车 你看过山车 嗯 人家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 你看 飞了吧 这也太刺激了呀 人家过山车有轨道 按轨道跑就没事 这也太复杂了吧 外婆的名字王玉兰 草书呀 你外婆也太自恋了吧 这样 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山车 好吧 第一次做还有点紧张呢 你会不会有紧张 你要紧张你跟我说好不好 你跟我说就不紧张了 我说这么多你会不会想我烦 回来呀 过山车还在分这儿的吗 不好意思出轨了 这种过山车没有情侣会想坐吧 我们不是刚坐完 我觉得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去玩鬼屋 这也太恐怖了吧 枝刚 不行不行 枝刚 没必要那么害怕 有我在呢 好吧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 说的不是这种害怕 是鬼屋里有的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独角兽 这个冰激凌还在吗 独角兽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时候给我出个鬼 好不好 枝刚 哪个出轨啊 哪个出轨你告诉我 不是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比如 比如摩天轮 好高 好害怕 没关系 有我呢 过去 更害怕了 别跳了 别跳了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们两个聊聊天 聊聊天就不害怕了 好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的爱好 自由落体 别跳了 就那么想跳吗 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 好吗 你看 灰姑娘 白玉公主 这个最大的 我的外婆 王玉兰 够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欢欢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慢财了 对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上 讲了白雪公主 是的 就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对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听听 童话故事 对 而且自从演了白雪公主之后 我就特别自信 哇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 我都能讲 都可以吗 对 那我们今天演一个 《皇帝的兽医》 直接就结束了呀 《皇帝的心医》 换一个 牛蛙王子 青蛙王子 说得我都馋了 卖火箭的小女孩 卖火箭的小女孩 被封杀了吧 那你挑一个 我其实挺想演那个灰姑娘的 好啊 灰支架姑娘 演什么灰支架呀 灰姑娘 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胡子 哪有姑娘有胡子的呀 她的后妈带来了两个姐姐 关羽刘备 所以我满脸胡子演张飞是吗 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 她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吊灯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衣柜 擦了擦地板 擦擦窗户 擦了擦地板 我就不能把地板先擦完 再干别的吧 因为繁重的家务 满身的灰尘 脏兮兮的 被称为 兮兮里姑娘 我演的是灰姑娘好吗 灰姑娘 这一天 王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全城的姑娘都去了 只有灰姑娘被锁在了家中 你再用点劲就打开了 门不严呢 我没那么大劲好吗 没那么大劲啊 这神仙出现了 你好神仙 你就是灰姑娘的父亲吧 我就是灰姑娘 本娘 哎 神仙 我被锁在家里了 太没礼貌了好吗 哎 神仙 我需要一套华丽的晚礼服 大麻女装 你问问杨天真吧 为什么杨天真 你会魔法 你给我变一套好吗 太费魔法了吧 你试一下 袖子 上衣 上衣 裙子 没蓝了 我不能穿超的 你有人去吧 这样 只变上衣和裙子 上衣 裙子 你看这不是变好了吗 只有正面呀 我是穿了个漏背装嘛 哎 神仙啊 我还需要一辆车 技能CD冷却钟啊 你想想办法 帮你租好了 敞盆跑车呀 没必要太浮夸了 王子的晚会嘛 哦 那我还需要一双鞋 好啊 轻人自脱 水晶鞋 轻水晶人自脱 水晶高跟鞋 轻水晶高跟鞋 哦 谢谢 记得12点前 一定要回来呀 哦 是因为过了12点之后 魔法会消失是吗 过了12点 租的敞盆跑车 要加钱了 多慢之光 神仙跟那些假富二代 是一样的是吗 灰姑娘匆忙地赶到了舞会 热情地跟舞会的宾客本人 打着招呼 永春 夜问 哪个舞会啊 跳舞的舞 全城的姑娘都来了 我是灰姑娘的大姐呀 声音好粗啊 我是灰姑娘的二姐呀 这就是刘备和关羽吧 我是灰姑娘的神仙呀 你来干什么呀 各位好 各位好 王子来了 哦 漏背的姑娘很性感嘛 我这个漏背装是真没白穿的 你好 请问可以 不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可以喝一杯酒吗 太没礼貌了 跟我喝酒 可以喝一杯吗 好的呀 哎呦 初次见面 您请来 哎呀 太客气了 您看 哎呀 王子也太盛会了吧 你也太盛会了 哎 王子 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你说话好恶心呀 我演的是灰姑娘 我换一种方法好不好 王子 我跟你跳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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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你最喜欢的毛利战舞 我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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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被人举高高了呢 烦了呀 12点了 你要下钟了 我是保洁吗 我要回家了 哎呀 你的杖八蛇毛掉了 我掉的是水晶鞋 哎呀 你的杖八水晶鞋掉了 我没能够打酒 匆忙的灰姑娘 拉下了她的水晶鞋 王子发誓要找到水晶鞋的主人 这一天 灰姑娘的房门被敲响了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麻烦签收一下 就有什么快递啊 王子自己来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着味就来了呀 没那么大味好吗 大姐二姐也在呀 别跟他们俩聊天 跟我聊天 王子 你是来娶我的吗 我也想呀 但是北方连年战事无心儿女情长呀 那我也帮不了你呀 怎么说话 放心 王子 交给我们仨吧 这还是翻过演绎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墨 大家好 我是晃晃 我们是肉食的屋 大墨 家 我最近瘦了 哇 完全看不出来了 真瘦了 真瘦了 瘦了两斤 怎么脱发了 那就全秃了吧 没没没 我就是最近啊 就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叫外卖 嗯 然后吃胖了 你是把外卖小哥吃了 我不可能吧 小哥小哥你能听我说话吗 我说了没有 我的意思是 现在叫外卖太方便了 方便吗 对啊 因为很不方便吧 你不会遇到很多奇葩的事情吗 就你打个电话 他就给你送过来 很方便啊 怎么可能 我们来试一下 哦 好的 哎 你好 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有病吗 打错了 我不可能打错 我们得有对话 要有对话的 哎 你好 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欢迎来电 中文请按一 英文请按二 二 拜拜 不会说英文 就不要提供英文服务好吗 直接点餐嘛 哎 你好 你好 我想要一份烤鸭 好 先生 听你这个声音 一份应该不够吃吧 听声音就听出来 我食量大了嘛 我就要一份 抱歉 先生 单点不送啊 哦 那你这还有什么 其他推荐吗 哦 我们还有佛跳墙 哦 可以来一个 先生要哪款呢 我们有如来佛跳墙 和弥勒佛跳墙 太详细了吧 先生如果不喜欢呢 我们还有仿佛跳墙 仿佛跳墙 就他仿佛要跳 又仿佛不跳的样子 他到底跳不跳吗 薛丁饿得佛吗 先生具体要哪款呢 你这个菜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就要两只烤鸭吧 先生我跟你说了 一份不够吃嘛 这你们店的规则问题吧 先生请问送到哪里啊 呃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这个地址会有人知道吗 我 我想 就是示意一下 大家应该都懂的 啊 好 马上送到 靠靠靠 你好 你好 请问是别说话 文武的纯先生点了餐吗 没必要起那么非主流的名字 你跟我形象有关就好了 靠靠靠 先生点了烤鸭 嗯 稍等一下我帮你骗一下好不好 清 先生你也点了烤鸭 现切的呀 你有这功夫不至于送外卖了吧 拿好 哦 还有我们店长为你画的小画 哦 是一只可爱的小脑斧吗 是清明上河图啊 我不要清明上河图啊 哎 这个酱怎么撒了 不是我弄的 不是你弄的谁弄的 跟观众没关系 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好了 拿嘴吗 你拿纸擦一擦好不好 有道理 擦嘴啊 你该擦满吧 大墨 你演得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给你做个示范 所以现在是我要叫菜吗 对对对 好吧 你好 这里是沙县小吃啊 沙县 沙县 沙 沙 沙沙 沙沙沙 沙沙沙 你好 这里是兰州拉面 好的 好的 我要一份拉面 好的 先生 那请问您忌讳什么呀 好 我忌讳唱歌又会跳舞 跑这秀才艺来了嘛 先生 我是问你具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可不可以不要画一幅那种小画 可以 没问题 先生 麻烦你帮我画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画不了 我画不了 那赶紧送过来吧 好的 先生 那请问送的哪儿啊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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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que 先生 руз友 看 是吗 我的亲啊 这两个巴拉巴拉不是同一个地址啊 赶紧送过来吧 카람id 叉嘎嘎 先生 你是住防控洞里了吗 巨蟹座比较没有安全感 先生 你点的餐 别玩了 大不别玩了呀 小胖子得灵活的嘛 等一下 是不是偷吃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胖子呀 太没礼貌了吧 再给你拿一份 先生 先生 20块钱你怎么支付 20块钱有必要拿支票吗 我的签名罩 我要你签名罩也没有 先生 最后一份的 先生 请问家里有什么垃圾 需要帮您处理的吗 先生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垃圾吗 老婆 老婆 老婆吃垃圾吗 把垃圾拿过来 吓死我了 来 这是我儿子 你够了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哎呀 慌慌 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 对 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 偶像剧里的爱情 这个我熟啊 是吗 就是那种恋爱之后 然后发现家族破产 郁郁寡欢流落街头 被车撞到失忆 去医院查出12种癌症 要输血的时候发现 你的女朋友 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这种吗 这也太惨了吧 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 太惨了 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 比如说 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 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 手指碰到彼此 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 太惨了 对 这样 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陪我演这种嘛 陪我演一下 好不好 哪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那本 碰一下呀 要碰一下呀 一定要碰呀 当然要碰一下吧 老公 有人耍流氓啊 结婚了吧 养个单身好吧 好巧 好巧啊 我们有一样的胡子 养个女人好吧 养个女人啊 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 当然啊 好巧 好巧啊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我的 让一下好不好 让一下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只有一本了 那给你吧 好的 来回让一下好吗 来回让一下呀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那给你吧 还是给你吧 好的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偶像剧嘛 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 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 确实没问题 那接下来 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 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 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 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 这种 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 你是主持人呐 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 把婚礼选在了校园操场 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啊 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 合理合理合理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正 还有这个环节呀 走在方正最前列的 是南方98岁的奶奶 我奶奶太健康了吧 这身JK制服 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 我奶奶太敢穿了吧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南方前女友方正 前女友还有方正吗 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正 你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正了呀 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和礼扔向了舞台 这是什么呀 标枪 她是要干嘛呀 扎 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 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 太快了 跑过了呀 又回来了吗 至此本次婚礼已经过半 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 应该是那个交换定型信物了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 今天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新娘小要问新娘的问题啊 好的 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 你要救谁 救新娘 BB错了 救我妈 BB错了 那到底救谁啊 救救大海吧 这是什么机啊 环保知识测试题 这这机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 接下来有请二倍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好的 南方掏出了她胆结石定制的戒指 钻石 南方从她胆里掏出了钻石 从兜里 南方从她兜里掏出了胆 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 想着爱情的勇气 从兜里掏出钻戒 新娘掏出了钻戒 有个人尖叫了 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 戴手上就好了 好了 有请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这是什么呀 满满的一缸金鱼啊 金鱼 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 不是啊 她只想说 你啊 好多鱼 这完全不是她想说的 是你想说的吧 婚礼到此结束 婚礼之后啊 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 这么快 然后我在产房外啊 焦急地等待 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 结束了吗 对对对 医生 麻烦你了 我不是医生 我是来送桶装水的 康枪 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 养个医生就好了呀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放心吧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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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恭喜啊 哦 这是我的孩子啊 好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刚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孩子 对你说的 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吗 呃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诶 我可以亲他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哦 嗯啊 诶 先生你拿反了 我怎么可能拿反吗 呃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诶 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 当然可以 这边请 哦 老婆你辛苦了 你瞎吗 我是医生啊 哦 老婆你辛苦了 我是护士 请问你是我老婆吗 怎么 老公 你失忆了呀 哦 没有没有没有老婆 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 哇 跟我长得好像 哦 是啊 你看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 你真是你生的胡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晃晃 我们是肉食动物 哎 大木 呀 你有没有想过啊 如果某一天 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 该怎么办 先跟老板请个假吧 请什么假呀 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啊 这里也太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习一下 对 就假设 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在这个沙滩上醒来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 无人机 无人车 还有无人超市 太现代了吧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这个牌子上写着 无人岛 门票20 旅游景区嘛 荒岛 荒岛求生 好吧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是来营救我们 是吧 好 谢谢啊 我们得救了 赶紧走吧 太快结束了呀 还没来得及练习呢 好吗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 所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搜集物资 我找到一棵火柴 我找到一只蝴蝶 春游来了吧 春游嘛 你找点有用呢 好不好 你找到什么 找了个叫贝尔的老外 来呀 来 太有用了呀 有了它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 你能够找点有意义的 你找到什么 我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走干嘛去了呀 我们啊 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 好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吸管 打不开吧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电钻 没有电呀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发电机 你找发电机干嘛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你干脆找送船好了 船吧 没有船 对呀 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 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 哈哈我有它呀 这是什么呀 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 扇一扇翅膀 拉斯维加斯 就会下一场大雨 拉斯维加斯下雨 跟我们这没关系吧 要这里下雨吗 当然呀 我来呀 老婆婆 我永远爱你 渣男发誓嘛 水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雨下得也太巧了吧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正好刚才捡了颗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吧 哦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吧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灭了呀 需什么愿望啊 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了 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 而且明明知道 我输石头你也会输嘛 现在火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 解决食物的问题了 对 捕鱼是吧 你觉得这个格子捉布怎么样 你铺什么捉布啊 现在是让你去捕鱼 让你去捕鱼啊 贝尔 没有贝尔了 现在啊 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 我带了 你是穿着网袜上岛的吗 无人岛的还带上 那种设定干嘛 真的有鱼耶 还有螃蟹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刚 为什么不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下雨 你太不尊重人家龙王了吧 你看啊 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 但是我海鲜过敏 早说呀 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 森林里也会有食人族吧 食人族 在无人岛 早饿死了呀 对呀 你看 这个树上有果子 这也太高了吧 我们把它摇下来好吧 摇我干嘛 摇树啊 摇同一棵树啊 啪哒 苹果 啪哒 香蕉 光鸡 榴莲 所有水果场一棵树上了是不是 大木 你看啊 我们解决了水 火和食物的问题了 对呀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就应该挑起战争 你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平时都喜欢在哪儿买衣服 现在一般都线上买衣服吧 线上吗 对呀 我比较喜欢矿商场 你还会喜欢线下吗 对呀 你不觉得那些服务员有点烦 会比你推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的工作 而且有时候他们过于热情 热情点很好啊 喜欢这种 先生 先生 要不去我们店里看一下 可以啊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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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堵我们家门口了吗 你在店门口欢迎我就好了呀 你好 先生 欢迎光临韦多利亚的秘密 那一店吗 要一个男人的店啊 你好 先生 欢迎光临贝克汉姆的秘密 夫妻店吗 你好 先生 你这个消费能力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店呀 怎么说话呢 你是服装店员 你要复合我 好的 没事 我就随便看一看 先生 这是个随便的人呢 这句不用复合了呀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这件连衣裙 真的很适合先生呢 我不会卖连衣裙的呀 这件多少钱 6800 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吧 这件呢 7200 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 这件多少钱 这件 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了 瞧不起我嘛 你瞧瞧便宜点的是吗 先生 可以看看啊 要不要试试我这条 我不会买你穿过的吧 也穿不上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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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穿起来显瘦点的衣服啊 哦 先生想买兽衣啊 太不吉利了吧 那先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呢 哦 我想要的风格就是那种高冷的 就是越高冷越好 哦 先生想要珠穆朗玛风啊 谁会穿个衫在身上啊 穿衫甲呀 太冷了 穿什么衫甲呀 这样吧 哎 你啊 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 好的 先生要试试复古风怎么样 哎 复古风可以啊 先试下这片树叶 这也太复古了吧 不喜欢吗 嗯 先试试未来风 哎 未来风可以 先试下这片树叶 这不还是树叶吗 邦邦 钛合金的呀 这跟材质没关系吧 它还有一个特别未来感的功能 嗯 面部解锁 这也够不着呀 啊 还是不喜欢吗 要不试试混搭风怎么样 哎 混搭风可以啊 先试下这件T恤 嗯 然后是马甲 牛仔服 西装 风衣 羽绒服 这也不是混搭风啊 这是热伤风吧 还是不喜欢吗 嗯 先生要不试试中国风怎么样 哎 中国风这两年流行 来 先生试下这件肚兜 这也不是很中国风吧 稍等一下 还烧鲤鱼 我还有这个真的好强啊 满符合先生的style啊 这是年华娃娃娃娃娃吧 您喜欢吗 我不要这种吧 不要这种吧 哎 我觉得这件就不错啊 喜欢这件什么 嗯 从模特身上扒是吧 没有 另外一个客人呀 这客人太随和了吧 这是本店限量款 全球限量5000万件 太多了呀 这件编号是0000001 好 一件没卖出去是吧 先生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这件是吧 嗯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声说出来啊 有跟衣服表白的吗 每件衣服都是有灵魂的 嗯 你要跟它产生爱的连接 来 我现在假装下衣服 哦 我喜欢你 滚 好 先生 这件衣服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你 这是你想说的吧 我就要这件 哦 要这件什么 嗯 先生要什么码的 嗯 没有 S M L C L CC L CC L 你是在嘲笑我吗 嗯 CC 你听好了 我就要XXXL 好的 先生要什么颜色呢 哦 你这都有什么颜色 哦 您说一下你的职业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 哦 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哦 那我为你推荐 一球二 白 起早贪黑 还有面容死灰 太真实了吧 太真实了呀 蛮符合你的职业 我 我其实啊 比较喜欢那种亮一点的颜色 好 来 任老猪 黄 我就要这件了 啊 好的 好吧 我们这有一个原著非洲保护栋公益活动 是否有参加一下呢 公益活动肯定要参加的啊 今天消费598元 每满100元呢 可以免费领养一个非洲大象 我养不起吧 这个没法养啊 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活动 哦 今天消费598元 满600可以减100 哦 这个可以参加 但是我觉得你们店的衣服都挺贵的呀 也有便宜的 哦 12块钱一斤的鲤鱼 这够了吗你 吃了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哎 慌慌 已经半决赛了 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 比如说 超人啊 绿巨人啊 白雪公主啊 美国队长 白雪公主吗 对啊 要挑战白雪公主吗 我能演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大战哥斯拉 不要家与我无关的角色好吧 哥斯拉 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好吧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能不能演个原版好吧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出身了 啊 啊 啊 她刚出身时 有足足300斤 太胖了呀 比我妈都胖了吧 她一天天地长大 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 美女吧 于是从时在晃 皇后请宫 摩镜摩镜 哎 我在 Siri啊 你要问她问题啊 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 皇后也看脱口秀啊 摩镜摩镜 谁是最美的女人 啊 白雪公主吗 又买到假货了呀 咔嚓 没必要吧 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量 美貌 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 公主采了菊花 蓝花 太阳花 还顺便拔了颗垂扬柳 这是鲁之参吗 就在此时 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咔嚓 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 我给你准备个一口棺材啊 不要杀我 埋小了吗 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好吗 咔嚓 瘦死吧 不要杀我 吃了我的减肥药 肯定会瘦的 瘦到死嘛 不要加这些没用的东西好吧 咔嚓 准备瘦死吧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猎人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 而饶过了她 没必要诈这个词啊 逃过一劫的公主 遇到了小白兔 她开心地说道 好可爱啊 一半红烧 一半包摊 太残忍了吧 小白兔换了换耳朵 跳进了丛林 公主紧随起后 她躲过了第一棵树 躲过了第二棵树 撞倒了第三棵树 太舒猛了吧 白雪公主的身材 她继续奔跑 她跨过了小溪 跨过了树桩 跨过了高考分数线 白雪公主也参加高考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跳过了小溪 跳过了树桩 跳过了广告 哪来的广告啊 懒人畅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 就是开心 还真有广告啊 白雪公主 公主来到了小木屋前 她长舒了一口气 吹倒了小木屋 这是三只小猪的剧情吧 正常剧情来啊 公主敲下了房门 靠靠靠 直嘎你谁啊 你好我是白雪公主 我是小矮人啊 大人人太高了吧 你挨一点好不好 靠 靠 靠 直嘎没有人呀 看大 有人窗 二楼窗窝吧 下面啊 没有人呀 一楼窗窝吧 下面啊 直嘎没有人呀 二楼窗窝吧 没有人呀 二楼窗窝吧 没有人呀 有人了 见一遍吧 太累了 你好 我是一个七胞胎 不要说颜音言乐的才词 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 他们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 皇后要伴做女巫 来毒害白雪公主 这是白雪公主吗 我这里有一个西瓜 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吧 薰果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 一个就够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 当然不会 皇后太傻了吧 你给我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 陷入了沉睡 她的呼声吸引来的王子 这也太香了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 咳嗒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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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嗒�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你太不讲道理了 什么玩意 不要在这个时候翻页好不好 故事讲完了 你这讲的什么故事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够了吧 是这样的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个大木呢 现在在医院陪着他的爱人生宝宝 对 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次录制了 对 但是来就在我来这个录制现场之前呢 他给我写了封信 对 然后我们现场看一下 好吧 晃晃 见字如面 还挺有礼貌的 此至尽礼 就这么快结束了呀 因为我个人原因 没办法来到现场了 生宝宝嘛 大家都会理解的 所以想和评委 选手 以及现场观众 道个歉 这个是应该的啊 同时 也想向手机 电视机 和ATM自动取款机前的朋友 道个歉 取款机的观众 不会看到我们演出啊 没必要了吧 此时此刻 我正在楼上楼下 跑来跑去的办理各种手续 今天来医院的人特别多 医院的环境确实很嘈杂 为了不影响别人 我特意跑到太平间来写这份信 这个地方不适合写信啊 你找个别的地方好不好啊 这几天在医院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老婆生产的辛苦 确实生孩子 确实很不容易 所以我刚刚给他拍了个灯 你院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啊 还给他投了一票 不需要吧 我觉得我老婆 值得一个冠军 冠军 没必要学大老师说话啊 反正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老婆的 好 这个我应该向你学习 所以 你也要对 兰兰 莉莉 真真 莎莎 还有Jessica 那么好一点 没有那么多女人 我还是单身好吗 方黄阳 我们在一起合作也有 两 一年 反正挺久了 两年啊 你都记不起来了嘛 这些日子 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确实 我呢 结婚 身子 还买了房 你呢 也在上班 下班 上班 下班 上班 下班 全是你的变化吧 我除了上下班 啥也没干啊 哦 对了 我的新房子啊 你可以搬回去住了 哦 终于有好事想起我来了 不过等我装修完 你就赶紧搬出来 你这就是想让我去工地 帮你监工吗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在你右边的口袋里 哦 你生孩子还帮我准备礼物啊 看看里面是什么吧 哦 哎 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你赶紧装钱呀 你就是想跟我要个红包吧 话说我的宝宝就要出生了 哦对 新生命的诞生 确实很令人期待呢 所以 嗯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哦 我明白 让我做孩子的干爹是吧 没问题 希望你可以做我孩子的 嗯 干哥哥 大辈了呀 我跟你孩子是同一辈的嘛 以后 我的父爱分你一半 拿我当儿子了嘛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观众对我们褒贬不一 哦 这个确实是 一部分觉得我们好笑 嗯 一部分觉得 你不好笑 责任都是我一个人身上的嘛 我想对喜欢我们的朋友说 谢谢你们 哦 谢谢大家 对不喜欢我们的朋友说 去找晃晃 他家的地址是 厦门市第五区罗马路432号关六 哎 想不到我们一路 铁铁壮壮 爹爹壮壮 磕磕胖胖 磕磕绊绊呐 娘娘腔腔 娘娘腔腔啊 我走到了总结赛 就你这个文化程度 我们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吧 观众朋友们 欢迎给我们来信 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呀 我们将从来信的朋友里 抽出三位 哦 怎么搞得跟抽奖似的 分别送出 如来佛跳墙 弥勒佛跳墙 还有仿佛跳墙 怎么又玩仿佛跳墙的梗呢 没错 就是仿佛要跳 又仿佛不跳的那种 你不要讲第一期的段子了 好吗 信 就写到这里吧 啊 怎么就突然结束了 因为太平间里也太冷了 你还在太平间啊 你快出来吧 好吗 晃晃呀 这里应该就是旅途的终点了吧 就让我们用第一次站上 这个舞台的那句话 来收尾吧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晃晃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来揭示悬念 也不折磨他们太久 大家也不用太伤感 是吧 最差也也是 最差也是第七了 我们全场 加上领校园的拍灯 满票是200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七名的票数 100 是130吗 很高 140 哇 票都那么高 是我吧 140 那么我们来看 2021年脱口秀大会 第七名是 第七名是 其实你看完整场之后 杨丽和肉食的表现 因为各自的原因 你大概能够感受到 可能他们离第二轮稍远一些 有一丝害怕 是自己 但有一丝害怕不是自己 其实不太希望是自己 还是小达的六 对 眼睛上磨了 2021年脱口秀大会 第七名是 恭喜肉食动物 来到舞台中央 肉食动物呢 是脱口秀大会 四季以来 成绩最好的漫才组合 总决赛文本非常精巧 也许是吃了搭档不在的亏 但非常期待 明年在这个舞台上 能看到二位 恭喜肉食动物 获得2021年度第七名 我们就是从最开始刚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们拿的是第六那个牌子 然后我本来以为可以今天凭我一己之力 往上提一名 然后之前就拿到我们最开始拿到那个第六 结果没想到没有大幕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别去了 最近别去了 过段时间有机会去厦门的话 可以去厦门看我们线下的演出 好 好不好 相信肉食动物也很快 会开启他们的全国演出 明年再见 谢谢你们 明年再见 加油 来了 帅了 帅了 是肉食动物 让这个舞台的观众真正接受到漫才 把漫才带到了总决赛 他们非常非常了不起 肉食动物就是 目前我看到的中文漫才最高水平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 嗯 我也可以 欢迎你们 好啊 明年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有更多漫才组合 好的 先生 那请问您机会什么 好 我机会唱歌 又会跳舞 这个啊 没有人呀 看单 有人敲二楼窗户吗 下面 没有人呀 看单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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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在节目上说过 我是一个手机游戏的制作人 然后弹幕呢是一个设计师 对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 然后就说 如果把脱口秀大会 做成游戏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弹幕呢 就昨天连夜做了个提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好 首先 脱口秀大会 一个游戏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有游戏难度 新手 困难 地狱 是吧 我觉得应该选新手吧 开始捏人了 可以选五官 发型 胡须 诶 还有个隐藏款 六块钱 买一下吧 买一下吧 哦 在读取了 还在读取吗 还在读取啊 读取这么久就出了个球吗 我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真的就长这个样子啊 因为我是个组合嘛 对不对 我的伙伴要登场了 也要读取 太帅了吧 太帅了呀 这我完全就是他的宠物吧 这个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呀 你起码你也简化点嘛 就这样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应该开始去打游戏了 第一关 第一关遇到了周老板 第一关就遇到周老板嘛 但是周老板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厉害 写条也没有很长啊 打打试试吧 哦 周老板 这不是周老板 对不对 当然这个 товaba 这是周老板的召唤技能吗 ووو 哎呦呦呦呦呦 word 够吧 来吧 这怎么打呀 这一下就被秒了嘛 这一下就死了呀 这完全没法玩嘛 哦 复活了 终于要到下一关了 下一关是建国 哦 可以帮我个忙吗 这应该是个任务吧 应该是个任务啊 是否帮建国博洋 是这个博洋吗 是这个博洋啊 到最后一关了是吧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boss了 为什么要买会员才能解锁呀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